Odia Jungle 士兵因为不能承受这些压力自杀的很多,还有一些每天都会做噩梦直到发疯。关于这个问题,很多国家开始想办法来缓解士兵们的心理压力。那么,二战时期,各国都是怎样给士兵们减压的?每个国家都有哪些不同之处呢?下面小编给大家详细分析一下。 美国在二战中可以算得上是非常富有的一个国家,其实美国还是有先见之明的,他们为了安抚在前线打仗的军人在伙食上是非常重视的,但这远远是不够的,美国军人在战场上吃的最多的就是罐头,而罐头里面还会香烟,抽烟的人都知道,香烟是缓解压力最好的办法。 苏联,不知道大家看一些抗战片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,影片中的苏联军人经常会拿出一个方形的铁盒子,那个里面就是专门用来装酒的。苏联又是一个天气非常寒冷的国家,所以喝酒不仅能缓解压力还能驱寒。 日本,根据一位参加过抗战的老兵讲述,日本人由于受武士道精神的洗脑,在精神上是最不怕死的,而日本的残忍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,就是日军上战场之前,都会服用一种奇怪的药丸,后来才知道那个药丸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冰毒。 服用冰毒以后这些士兵在战场上和野兽,是没有区别的,而且被枪打中以后,根本不知道疼痛,会立刻站起来继续冲锋,这种药丸也是日军们平时解压的方法,就包括德国在内,都是用冰毒来给士兵们。 感谢观看